大家好 我是塞先生科學工廠的Kevin 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愛因斯坦的太陽能公仔 他只要吸收了太陽光 或在室內接受光照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一直點頭 叫大家要思考 你也可以同時買很多的 愛因斯坦公仔 然後讓他辦一個科學家的聚會 那愛因斯坦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物理學家 所以整個科學的精神教我們了 大概就是要大膽的假設 小心的求證 那我們今天提出的另外一個很大膽的假設 就是如果所有的愛因斯坦公仔 去上音樂課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實驗就是 如果愛因斯坦來上音樂課 大家有看到這些愛因斯坦 大家打的節拍都異常的混亂 所以顯然是沒有受過音樂課的訓練 那所有的實驗都會有危險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是愛因斯坦音樂課實驗的話 我們特替換上高級的防護袍 那現在我們由節拍器 來幫各位愛因斯坦打節拍 看大家的動作能不能統一一點 那為什麼經過了節拍器的調教之後 所有的愛因斯坦都可以跟著節拍器打拍子呢 這個部分也就麻煩大家自己回去想看看喔 各位喜歡我們的朋友呢 也可以點這邊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同時你也可以點這邊 到我們的官網上面去看更多新奇有趣的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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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謝謝 謝謝 воды